西市珍宝重现江湖 民国旧案迷雾重重 一个家族千年的沉默守护 一桩阴谋万分的 毁决阴毒 瓷器 青铜 金石 字画 谋杀 社局 掌眼 造假 古董局中局 进险古董行当里的江湖险恶 与文化传承 我跟着刘局长 一直走到了走廊尽头的另外一个房间 这是一间办公室 当中是一张厚实的办公桌 两侧有两个大书架 足足站了两面墙 上头摆放着各种党政书看 还有一些小古董 我扫了一眼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要么是大路货 要么都是烟品 我主动开口说道 刘局啊 看来您不常用这间办公室啊 刘局冲我笑了笑 你眼里不错 这只是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没有怎么布置 此时我注意到 这一次 连刘局身后那个寸步不离的军人保镖都不见了 整个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对视良久 我试图看穿刘局的意图 却发现刘局表现得滴水不漏 礼貌周到 让人难以琢磨 而刘局看我的眼神 却好像洞悉了一切 这让我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刘局开口说话了 小雪啊 刚才我听方振说 你一下车 就猜出了这个地方在哪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啊 刘局 很简单 我是凭着身体的摇摆 来判断车子的行进方向和速度的 车子从琉璃厂一路向北 差不多到了长安街以后才开始向西 接下来 你跟北京地图一对照就行了 车子一停 我就知道是在西山附近 我说着点了点太阳穴 表示全都记在我脑子里 刘局又是微微一笑 可是你怎么知道 是在八大处附近呢 啊 这个也简单 长安街上红绿灯很多 可是您这车子上了长安街以后 一直保持着匀速前进 从来没有减速 也没有加速 更没有停过 他一定拥有我无法想象的特权啊 有这种特权的人 不是军队就是政府 而西山附近 恐怕只有八大处 够得上接待这种级别的特权车啊 嗯 你说得很好 看来你很聪明啊 也很谨慎 嗨 刘局 你也知道 我这是小本买卖 不留点神啊 别说买卖了 连人都得折进去 刘局看我谨小慎微的模样 忍不住还是笑了出来 你一进门 先看人再说话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性子了 这样也好啊 搞古玩这一行的 不够聪明不行 没什么疑心病嘛 也不行 对吧 对了 你刚才不愿意当众说出你那一首 悬丝枕脉 隔空断金的来历 是不是有所顾虑啊 一听刘局说这句话 我的冷汗刷就下来了 刚才我拿丝线称凉金印的手法 在我那本祖传的宿顶路中 就叫做悬丝枕脉隔空断金 可是这八个字 刘局是怎么知道的 这宿顶路可不是新华字典 到处都有卖啊 那是一本手写的笔记 就我们加油啊 在这个神秘的政府大院里 一位背景不明的高官忽然说出了我家独传的秘密 我的心里邓氏不踏实起来 小雪啊 你不要紧张 我也只是知道这八个字而已啊 不过 你能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我权衡了片刻 开口说道 其实啊 这说白了也没什么特别的 我做判断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重心啊 哦 重心 是 您想啊 汉代注印使用的是贯注法 这种工艺在胶筑区面较多的复杂造型的时候 很容易混入空气 产生气泡 造成空心 越是复杂的造型 空心就越多 这枚印章最精致的部分 是非雄状的印钮 因此这一部分的金属内置会含有不少空泡的 可那位仿造的高手呢 显然没有顾及这个细节 他在伪造的时候 把飞雄钮的这部分给坐实了 没有流气泡 最终导致的结果 就是伪造的那个金印的重心 比真的金印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初中物理常识级别的马脚啊 刚才我拿明线掉这个印 就是在判断两者重心的位置 真正的飞雄钮的金印 应该是下沉上庆 掉起来啊 就不会有那么稳定 而只有假货 才会正正当当的不偏不倚 非常的稳定 六局啊 有时候这古董鉴定就这样 没有什么神秘的花哨 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 要是郑教授他们知道这个秘密 只要把这两枚金印 用密度计那么一侧 这平均密度大的 必然就是假货 刘局听我说完这番话 笑了 是啊 小雪啊 听着神秘 原来也就是初中物理的水准啊 刘局 我已经跟您说了这个秘密了 现在你应该给我浇个底了吧 你个小雪啊 你果然是不肯吃亏啊 刘局说完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檀木的茶盘 茶盘上搁着五个连半白瓷小茶碗 我对瓷器不太熟 只是觉得好像是得花摇的 不过估计应该是晚清 或者是高仿的 不算什么真品 刘局拿起一个逐质的茶夹子 把五个茶碗摆成一个十字形状 一个碗在当中 其他的四个分别位于东南西北的四个正向 然后 他又把西边的那个茶碗翻过来扣着 抬头望着我 我不明就里的瞪着刘局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套手法我好像知道 显然是个茶阵 我以前听说过啊 在旧社会 什么曹帮青帮之类的会党道门 一般都用这套玩意儿作为联络暗号 可是我一个长在新中国 生在红旗下的小青年 怎么明白这些东西呢 我跟刘局对视了半天 无动于衷 刘局有些失望的说了一句 看来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嗯 这要看您让我知道多少了 我免里藏真的回了一句 刘局对视着我 忽然说道 那你这手剑矢的功夫 是从哪里学来的 嗯 我一半是看书学的 一半是自己做买卖的时候琢磨的 那就没有人教你 没有 你父亲许和平呢 我心里一惊啊 到底是大领导啊 连我爹的名字都能打听清楚 嗯 我爸一直不让我站这行 他说这行脏 他自己从来也不碰 一直到文革他去世 我才开始接触军事 跟人混久了 多少学了点东西 我一边说一边 暗暗的打定了主意 如果这个刘局要问我那本速顶路的事 我就一口咬定 该不承认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我可不能惹这个麻烦 听我说完这番话 刘局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难怪 难怪啊 这四毁斋的名字 倒真是实至名归啊 啊 你 你认识我父亲 我不认识 不过这首悬丝枕脉的功夫 我以前是见识过的 我的父亲为人一向很谨慎 似乎从来没有跟同事之外的人接触过 刘局说他见识过悬丝枕脉 那肯定是从我爷爷这本上算的 因为我爹从来不跟我讲啊 我是两眼一摸黑 什么都不知道啊 要是这样的话 估计得追溯到民国了 可那更是糊涂账一本啊 谁知道什么恩怨纠纷 那我还是少说为妙吧 刘局用指头慢慢的敲打着桌面 你没得家传 居然也会悬死沉脉 看来 家学也不算完全荒废啊 很好 我很欣慰 要不是这样的话 你今天也进不了我这间办公室啊 说完他往桌子上一指 小雪啊 这副茶阵 以你的观察能力 不妨试着猜猜啊 我皱起了眉头 这可真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啊 刘局继续说 如果你能看破这个茶阵 咱们就好往下说了 如果你看不破 那就说明你我的缘分 只能到这里为止了 其他的事情 你不必知道了 我会让人把你送回去的 所有的酬劳一分不回首 你继续做你的生意 怎么样 听刘局这话 我还真想干脆一走了之算了 可是又一琢磨 刘局这话中有话呀 刚才他一眼识破了 悬丝枕脉 这眼力 应该不弱 并且还一口就说出了 我父亲的名字 这让我心里很不踏实 这说明这个刘局 一定知道不少事情 他藏着没说 并且这件事情 跟我似乎有着 莫大的关系 我忽然有一种预感 如果我就这么走了 恐怕会错过一个机缘 我应该先沉下心思 把这个茶阵解了再说 这个茶阵 我曾经听一个在旧社会上海滩混过的老头跟我说过 茶阵 是青红曹帮等秘密社团用来联络的 这些社团里的人呢 大多都是青皮混混 文化水平不高 所以这茶阵 真没有多么深的讲究 一般都是用谐音呢 比喻之类的手法 再配一些简单的口诀 阵型要么对应着阴阳五行 要么对应着天象的星宿 反正都有一定之贵 眼前这个茶碗的白发 显然是按照东南西北中 这五个方位 来排列成一个石子的形状 五象对应应该是 金木水火土 现在既然西方的茶碗被扣起来了 西方属镜 说明这一幅茶阵的第一层含义 是五行缺金啊 想到这儿 我不明白了 这五行缺金的意思多了 总不至于 刘局这么大个领导 打算找我借钱吧 刘局看我装耳挠腮 忍不住乐了 他往茶碗里 蒸了一点茶水 我这茶碗啊 一室五支 一模一样 一碗倒扣 四碗朝天 这是一个五行不全之事啊 我也好久不识了 说着他指了指茶碗 又指了指我身后的墙壁 算是给我一个额外的提示 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墙壁 忽然心里一动 这间办公室的墙壁是最普通的那种白色 跟茶碗的胎色差不多 那是不是应该跟颜色有关系啊 阴阳五行涵盖的意义非常之广啊 对应着五相 五味 五音 五色 等等 这五色 就是玄白 赤 黄 青 五种颜色 金 对应的颜色恰好就是白 白色又被称为素色 素 我惊疑的抬起头 他的意思难道是说 这个茶制力缺少的 是我那本 速顶路吗 我看着刘局 轻轻的说道 呃 刘局 您想要的是一本书 我故意把书名含糊了一下 带了点侥幸心理 刘局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这个孩子呀 心眼还挺多的嘛 啊 我告诉你 刚才那一颗汉印 是的是你的尸程 而这个茶阵 是的是你的见识 你说我想要的是一本书 只解对了一半啊 不过你原本一无所知 能凭见识见解到这一层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的那本书 里头带了一个素字 对不对 我没有选择呀 只能点了点头 这位刘局长讲话很有意思 从头到尾都掌控着局面 而且问的问题都带着预设的立场 这在收藏界专门有个术语 叫做画扒子 舌头上带着三钩六尺 三句两句话 就能把人的底下给爬出来 刘局把西边的茶碗重新翻过来 忽然叹了一口气 这五行之事缺金 其实缺的不是你那本书 缺的是那本书后 隐藏的东西啊 说完他动手 把五个茶碗重新摆成了梅花状 然后若有所思的看着我 看得我直发毛啊 我又扫了一眼那五个 存在一堆的茶碗 忍不住开口说 这五瓣梅花镇 这个意思太明显不过了 梅花五瓣为一句 意思为结义或者是聚首 这刘局是打算把宿顶路 背后隐藏的那个什么东西 跟其他的四瓣合到一起 刘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背着手走到窗台边 把窗帘往里拽了拽 神色也变得正中其事 他转过身 看着我 小雪啊 你说古董这一行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最重要的吗 我觉得是别卖假货 嗯 不错 古董这一行变化万段 但归结到最后 就是在两个字上打转 一个真字 一个假字 古董这个行当几千年来 说白了就是真伪之正 正宴之变 刘局说着 用手慢慢的抚摸着茶盘 有人做旧 就有人长眼 有人被打了眼 自然就有人帮着砸将 这五个茶碗分别代表的是 五条鉴定的源流 这五脉传承久远 长的是整个古董行当的眼啊 定的是健宝圈的心 只要过了他们的手 真伪就算是定了 天下走到哪里都认 所以五脉凑在一起 叫做明眼梅花 玩古董的人去健宝 听到明眼梅花这四个字 都服气啊 我自己好歹也做了几年古董行了 可对刚才刘局所说的五脉 还有什么明眼梅花 却闻所未闻啊 他的话我越听越玄乎 刘局 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呀 你听说过 中华建古研究学会吗 啊 这个我听说过 玩古董的 多多少少都听说过 这个学会的名字 他虽然不是国家机构 但也算得上是民间专业级的鉴定机构 不过这个机构比较低调 只是偶尔会在一些重要的鉴定会或者是拍卖会中出现 我这个层次啊 还接触不到 刘局继续悠悠的说着 这个学会 就是五脉传人整合而成啊 当然了 在这个圈子里不昏到一定的层次是不知道的 它代表了一种身份 一种地位 你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没有人会告诉你 是吗 我还以为解放之后 所有的特权阶级早就被打破了 我嘀咕了一句 开着玩笑 没想到刘局 却神色很凝重地盯着我 这五脉不是七行八市 也不是倒买倒卖 靠的是一手 十真断假的真本事 这是技术 是受国家保护的 虽然在文革浩劫中 五脉受得冲击不少 但是气脉仍在 现在 趁势而起 他们成立了中华建谷研究学会 你看 改革开放以后 古董行业这么兴旺 就有明眼眉花在背后的功劳啊 哦 那 那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啊 小雪啊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你们许家 就是那盏扣翻的茶碗 五脉梅花 独缺你们这一门啊 什么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看着刘局郑重的眼神 我是彻底的梦了 下集预告 当刘局长告诉我 我卖梅花 独缺我家这门的时候 我是彻底的梦啊 我从来不记得我家跟古玩行当有什么联系啊 我家是最普通的那种家庭 住的是学校大院 两室一厅 家里摆的不是盆栽 就是马恩列斯毛泉集 墙上挂着几条毛笔子的横幅 都是我爸 李白天自己写的 平时往来的 也都是一些普通的教职员工 这怎么看都跟深宅大院里的一群古董贩子扯不上关系啊 自打我爸我妈去世以后 我整理他们的遗物 除了那本宿顶录之外 一件解放前的物件都没有啊 可是刘局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我对许家的印象 其实只是对我父亲这一代的印象 至于我爷爷嘛 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至于我们许家在解放前如何 我爷爷是什么人 做过什么 我爸爸从来不跟我说 要不是我无意中发现 家里头藏着一本宿顶录 我还未必会踏上古丸这条路呢 现在看来 这事比我原来揣摩的要复杂得多呀 刘局刚才在茶阵里摆出五枚巨手之行 这就是打算把我重新叫上梁山入火呀 不过听刘局的口气 明眼梅花是引在藏古界深处的民间团体 那么为什么他一个政府官员会参与进来呢 还有 刚才鉴定的那枚汉印 到底是我适逢其会 还是他们早就布置好的考场啊 许多的思绪 像灌场一样 稀里呼噜的都冲进了我的脑人里了 让我一下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就在我发懵的时候 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秘书快步的走着进来 刘局 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都等您过去呢 刘局台湾看了看表 小雪啊 我找你过来不是叙旧啊 而是有一件大事 国家的大事 需要你来协助 今天我还有别的事情 我让小方先送你回去 时间到了 我会派人去找你的 听刘局这么说 不知为什么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 哎呀 今天晚上我听到的事情太多了 我已经晕了 我得消化一下 不然我脑子就炸了 于是我和刘局一起起身 朝外面走去 刘局忽然停下了脚步 那本书还在你家里搁着吗 啊 搁着呢 千万要放好 不要被别人拿去了 我本来还想问问刘局 这次鉴定有点辛苦费没有 但是我看人家的豪迈的气概 没好意思开口药 刘局转身离开 我被他的秘书带出了大楼 方震果然还在门口等着 他看我出来了 递了一根烟给我 我说不会 他也不勉强 自己叼起来 拉开了红旗车的车门 我们按照原路返回 一路上方震都盯着车窗的外头 也不吭声 我实在忍不住了 哎 这 刘局到底是什么部门的呀 方震的回答非常简单 只有四个字 有关部门 这 这和什么有关的部门啊 该说的 领导会亲自告诉你的 如果领导觉得不该说 那我也不能说呀 得 既然人家不肯说 我也不好继续答题 只好闭目养神了 可是我根本就静不下心思 脑子里都是那五个茶碗 再兜兜转转的 车子很快到了我的店门口 我下了车 方震却没着急走 他背着手 在我这小店的屋里屋外来回溜达了好几圈 我也不好意思拧他 要不您进来坐坐 我这没茶 只能给你充点卖乳鲸喝了 方震没接我的茬 眯起眼睛 你这儿容易遭贼啊 嗨 我看不见他 我这四回这还没被偷过呢 可是过了今天就不好说了 方震这句话 让我有点心神不宁了 我这小店虽说值钱的东西不多 可也有三十多件翡翠玉石铜器瓷器 加到一块 那是我全部的身家呀 万一真的遭了贼 那我只能去要饭了 嗨 这店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值钱的 我都搁到后屋的保险柜里了 我指着指后门 那是我睡觉的地方 我的床底下搁着一台苏质的哈洛格式的机械密码锁保险柜 这是部队淘汰下来的 虽然又粗又笨 但是特别的结实 据说拿拔足卡火箭炮顶着门打 都不一定能打烂 方震还是摇了摇头 哎呀 不行啊 还是不太安全 领导交代过 要给你做好万全的保安措施 我刚要拒绝 方震一挥手打断了我 这事你不用管 我来写条有关部门来安排 有关部门 哎呀 又是有关部门啊 接下来的三天里 风平浪静 就好像刘局从来没有见过我一样 方震也消失了 但是我猜这家伙 一定是隐藏在流利场附近的什么角落里 面无表情的 注视着我这家四回斋的一举一动 这三天的生意嘛 和从前也一样 每天来这么四五拨人 问的比买的多 中间房东还来了一次 我苦口薄心的做他的思想工作呀 终于又赚得一个礼拜的时间 尽管这些俗物缠身吧 可是我的心境 那跟从前大不相同了 一看人进来 我现在是首先琢磨这人 知不知道明眼没话 听没听说过 五脉原流 可是又不敢问出口 我整个人都快磨整了 三天下来 一笔买卖都没做成 当然了 我想的最多的 还是我们家的事 看样子 我老爹肯定是有事瞒着我 不然对从前的事 不会一点都不提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好像也问过我爹 说我爷爷在哪啊 我记得我爹一提爷爷就生气 抄起条出嘎嘎 就做我的屁股 所以我也不敢细问了 可惜啊 可惜现在老爹已经去世了 他是没办法从坟里爬出来 告诉我真相的 我们家又没什么亲戚 这一时间真是叫我 无处去查访啊 这一天 我一大早就开了门 百无聊赖的坐在柜台后面 翻着账本 心里盘算着这个月房租 怎么才能跟房东结呢 忽然 从店外头进来两个人 一老一少 老的我认识 正是那天参与鉴定汉印的 那个郑教授 而那个年轻的呢 跟我差不多 卧缠眉大圈眼 有点像我中学时候 班里的那个三好学生 反正我是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啊 郑教授一看到我 立刻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他 我一愣还没说什么 那个小青年走了上来 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非常不礼貌的张口就问 你就是许愿啊 是啊 你二位有什么事 郑教授刚想说话 被那个小青年给拦住了 哎呀 你小子年纪不大 能耐不小啊 把我老师的面子都给拨了 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呢 你啊 我听这小子的语气流里流气的 有些不善 不像是夸奖 只见这个年轻人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玉佩 轻轻地搁在了玻璃柜台上 拿无名指点了点 哥们儿 咱俩都是年轻人就不说老话了 你这儿不是经营金石玉器吗 哥们儿手里有件东西 看你收不收啊 我心里咯噔一声啊 心想啊 果然来了 这个年轻人的举动 在古玩行当里有个说法 叫做斗口 斗就是争斗的斗 口呢 就是口才的口 斗口最早是骑人玩鸟的术语 意思就是说斗口不斗手 不玩真的 后来演变到了古玩行当 就成了卖主不是真的要卖玩意儿 而是要考收宝之人的眼力了 这种试探是明目张胆的 几乎可以算是一种挑衅 一般只有卖主跟收宝的人有深仇大恨 诚心要砸人家的招牌 才会这么干 可是我跟他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我一直想不起来 难道是这老教授被我削了面子 找自己的学生找场子了 这个年轻人看我面露犹豫 冷笑了一声 怎么着啊 哥们 敢不敢收啊 要是不收 哥们可就拿回去喂狗了 他这话里全是刺儿 我知道今天肯定不能善聊 所以我也就伸出了手 也用无名指点住那枚玉佩 挪到柜台里侧 算是接下了他这个斗稿 年轻人见我应下来了 索性把双手一抄 站在柜台外直勾勾的盯着我 郑教授年纪有点大 在我旁边找了把椅子坐下来了 年轻人拿来的这块玉佩 是童子驰莲 有半个巴掌大小 我只扫了一眼 直接就扔给他了 对不起 您自个儿收着吧 哎呀 挺麻利啊 年轻人有一些愕然 他还以为我肯定得先拿着放大镜看 再来个煮玉出灰什么的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给扔回来了 他下巴一抬 等着我继续说 你要知道 斗口斗的不是真假 而是为什么假得说出门道 我客客气气的说道 您这块玉 连新啤油都算不上 只能叫狗打醋 这个啤油啊 是古代给玉器沁色的手法 宋代叫老啤油 明清叫新啤油 近代用来沁色的原料是狗血 狗血又丑又黑 所以又叫狗打醋 不值钱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我耐心的拿起玉 指着那条鸡血沁线说道 您瞧这 凡是狗打醋的玉价 在沁边碧油写歌的 您细看这边缘 像一条草绳上系着几个草结一样 好认得很 你拿着 年轻人没想到我没费多大力气就认出来了 连生叫好 好 好啊 行啊你 有两下子呀 这个年轻人倒也很爽快 他双手把玉取了回来 又像广东人喝茶一样 拿食指和中指在柜台上轻轻的磕了一下 算是认了 我忽然想起来了 在斗口之前应该定下个彩头啊 我刚才急急忙忙硬了他的场 却忘了逃彩头了 有点吃亏 这个小伙子把狗打醋收了 从怀里掏出了另外一块玉片 扔给了我 行 我也不占你便宜 这个你拿着 这是一片圆玉 虽然不大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和田紫玉啊 摸起来手感温润 绵而不软 年轻人哼了一声 拿着吧 这玩意不值钱 哥们家藏着一万多块呢 他满嘴跑火车 出手倒是很阔绰 我也不客气 直接把玉片塞进了口袋里 这玩意卖出去 够付我两个月的房租了 年轻人见我说破了他们的目的 也不尴尬 吹了声口哨 哎 算你小子侥幸赢了一回 敢跟哥们再比一场吗 哎呦 对不起了 我还得做生意呢 我可不敢跟您在这一直耗着呀 年轻人一脸的不服气 哎 你这真别大的小店 有什么生意啊 啊 哥们俩买卖直接把你这店给盘下来 你放心吗 旁边的郑教授瞪了这年轻人一眼 年轻人兴兴的闭上了嘴 郑教授慢慢的站起来 对我说道 小雪啊 不要生气啊 这个年轻人他姓耀 耀就是耀材的耀 他的名字叫耀不然 小耀这个人啊 说话没有折拦 我先给你赔个不是啊 我双手撑在柜台台面 我看不见的吧 你们两位今天来这儿 恐怕是别有所图吧 其实他们俩一进来 我就觉得不对劲 郑教授在后 这个要不然在前 要不然挑衅的时候 郑教授一直都没吭声啊 现在才突然站起来劝说 明显是一红一白唱双簧啊 再说了 如果他们是诚心斗口 这赌注未免小了点 郑教授看我把话说穿了 也不尴尬 小雪啊 这件事情说起来话长啊 这个小耀呢 他的身份不太一般啊 他找你挑战 也有缘故啊 郑老师 您要是来买或者是卖 我一定尽心伺候你 不过您让我跟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莫名其妙的斗口 我还真没兴趣 今天他来斗口啊 明天您来挑战 我这四海斋别做买卖了 改成虹口道场算了 您说是不是 听我这么说 要不然在旁边忽然冷笑了一声 那哥们要是说明眼梅花呢 我是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 猛的一惊 瞪着要不然 不知道该如何往下见 要不然继续说 我看你也不傻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刘局把你们许家的事 跟我们四脉都说了 所以今天呢 哥们跑来看看究竟 看看这失传许久的许家 到底有什么能耐 这 原来这家伙 是五脉的子弟啊 那 那跟我的出身岂不是一样 我谨慎的问道 那 刘局知道这事吗 嗨 他这两天一直在跟中华建谷研究学会的几位理事开会 还没个结论 这当了国家干部的人 就是喜欢开会说废话 有什么好开的会 这五脉都是在手艺上见真章 较量一番不就全明白了吗 要不然不懈的挥着手 郑教授打断了他的话 小许啊 你们许家已经沉寂这么多年了 今天突然重新现身 势必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啊 别的不说 就是在这个要不然的背后都站着不少大人物 你要是退缩了 只怕以后这种事情会层出不穷啊 说实话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鬼迷心窍的去破解那个什么破茶阵 早知道惹出今天这个麻烦 我就不如当初直接说解不开 然后拿点钱 安安生生回来过日子得了 现在可好 捅了这么大个麻风窝 我一向自诩谨慎 可是还是没有堪破这名利心啊 我点了点头 行啊 郑老师 您说吧 您说到底要怎么着啊 郑教授抬抬手腕看了看实践 这样吧 我有一个主意啊 今天是星期天 潘家园正热闹 咱们都去那 你和小药 每个人 两千块钱 半天之内各自去淘宝 种类不限 谁最后逃来的东西最赚钱 谁就胜出 那 那怎么判断这东西 哪个比较值钱啊 郑教授笑了笑 又浮了浮眼镜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 就让我来估价 估价这事啊 可是我的老本行 这个较量的内容倒是有点意思 考的不光是眼力 还有决断力和规划能力 潘家园几百个摊位和店铺 各家收藏各不相同 要在半天的时间内 判断出哪家藏有好东西 还又得以尽量低的价格砍下来 找出价格与价值的平衡点 做出最优的决策 这压力确实不小啊 所以啊 一个光辉健保的人 这个比赛赢不了 当然一个光会砍价的人 照样也赢不了 您必须得博才兼备才行 这可绝不是靠运气简陋啊 这绝对是一个人 淘宝能力的综合判断 郑教授出了这么个主意 那明显是有备而来啊 我问他 郑老师 我要是赢了如何 输了又如何呢 还没等郑教授回答 要不然想先说话 你要是赢了 我家的收藏 你随便挑一件 你要是输了 就把那本速顶录交出来 给哥们儿搂一眼 要不然的话 说得直接了的 可我的心中不由的一阵 果然如刘局所说 许家一经曝光 就会有许多人盯上这本书 这两个人上门 根本不是为了寻仇 或者是寻信 而是 冲着这本书来的 感谢收听 热播健保小说 古董局中局第一部 敬请订阅 点赞 开启小读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